7点咯 一起来聊天 听歌 享受快乐 好心情 好朋友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 好心情 我是乐乐 陪大家在空中听歌 分享大小事 好朋友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 工作职业方面的话题 那到底工作跟职业 有什么样好谈的呢 那好朋友应该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社会改变 就会有一些新的行业出现 比方说像30年前 我们如果想到医师 这个老一辈 或者是我们世代的中年人 大约第一个直觉想到的就是 小儿科医师 妇产科医师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羊虫屋的人多啦 所以就有受医师这个行业 那我们的社会呢 因为大家越来越重视环保 乐活 也重视健康快乐 现在呢就有了植物能量疗愈师 这样的工作职业 那到底什么是植物能量疗愈师呢 乐乐请到这么领域的专家 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什么样的工作 朋友们能学习到什么样的内容 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植物方块的创办人 王清泉 还有通过高等考试的食品济师 林心瑜 请两位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我是王清泉 大家好 我是心瑜 OK好 两位都是植物领域的专家 一个是偏植物方块 一个是植物饮食 那我想还是请两位 各自跟听众朋友介绍你们的专业 先请清泉 植物方块是做什么呢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植物方块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让大家通过自己手做疗愈 做DIY 然后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颜色也都可以自己去做调色 所以我们植物方块最主要 是让大家选择自己想要的这个模型跟样子 不管你要做宠物或房子的造型 在自己依照不同的植物 然后塑形 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它其实是没有土壤的 所以等于是你把它360度旋转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说农业废弃物变成塑胶应用的这个领域 OK 所以你把那农业废弃物运用成 可以手做植物的一个用品这样子 对 没错 OK 好 那星鱼 好 大家好 我是星鱼 然后我是食品技师 那我其实我本身就是读食品科技出身的 那也就是从很早一开始就关注到 就是国外的新蔬食的一个趋势 那现在也渐渐流行在国内 那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对蔬食或是素食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是会停留在宗教 或者是重加工食品的方面 那其实呢真正蔬食饮食呢应该是要对我们身体好 同时也对环境友善 所以呢实践蔬食饮食它其实是一个利己又利他的一件运动 所以呢我们要跳脱以前就是我们吃素的刻板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称为这样子的新蔬食运动 好 那因为你们两位透过你们的专业啊 现在有了一门课叫做植物能量疗愈师 那我想说请两位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植物疗愈 那我先说明一下 像我自己所成立的植物方块 其实就是应用植物园艺 或者是艺术治疗方式 然后再加上DIY 然后做人自己要的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就结合园艺辅助治疗 跟艺术治疗这个方向 利用花草照顾人的生心年的一个方向 因为急灾跟我们在养的这些 其实它就可以透过这个达到疗愈的部分 但其实这个现在养花的人 他怎么养到开花 他自己其实就会是一种开心的领域 所以我们等于是透过植物元素的设计方式 像我自己在文箱特教学校 我带的这些学生 他们怎么样去照顾这个植物 每个礼拜 然后加水频率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小 然后怎么跟那些植物做互动 这个其实也是植物疗愈的一部分 那像我自己在性益育教中心 也就是说是肠教中心 年轻大的人 他其实在做植物疗愈的时候 我们讲的就是他其实手有在动 那他跟这些植物其实也都有在对话 在聊 就是他其实会知道说 有人需要他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以植物疗愈来讲 每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植物疗愈 那以食品的领域来说呢 我本身呢 就是非常懂食材 那也在做食物及产品的开发 对于很多蔬菜水果 坚果或者是穀物呢 其实他们都含有很多微量元素 或者是植化素 那其实都会对肠道 或者是肠道菌相 有非常好的帮助 那他可以帮忙就是 促进肠道有个好的环境 让益生菌生长 相对的就会抑制坏菌 那肠道健康呢 其实也跟身心灵健康 有非常大的关联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我们脑内的血清素 有95% 都是从肠道分泌的 肠道的好坏 就会去影响你肠道内的血清素分泌 血清素就是所谓的快乐激素 所以如果你的肠道没有顾好的话 你血清素就会分泌的少 那你就会自然心情比较抑郁 比较物质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还有像植物性的食品 有很多膳食纤维 那也是益生菌的益生源 也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这样子的话 比较容易的去排便 那你身体轻盈 心情愉悦 你自然就会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 OK 所以植物的应用 如果说应用在我们日常用品的话 可以做成一些手作的 一些抑制的玩具 或者是手作的作品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植物的食用 就是吃的饮食这边来注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关注说 食物跟我们心情快乐的关系 那这样植物疗愈各方面都把它运用到 不管是学习手作 还是吃到我们肚子里面 其实它还是会影响我们最终的心情这样子 是没有错没有错 OK 好 所以呢 乐乐今天邀请到两位植物疗愈的专家 一个是手作 那一个是植物饮食方面的专家 那他们两位呢 结合了各自的专场 要用植物来疗愈人们的心跟生活 那我们节目现在这里 中场休息 待会再继续请他们来分享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乐乐 陪大家在空中听个分享大小事 那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是植物疗愈领域方面的专家 一位是植物方块的创办人王清泉 一位是通过国家高等考试的食品技师林心瑜 两位来跟我们分享植物疗愈 那两位运用各自的专场 开了一个植物能量疗愈式 这样的一个培训课程 那我想说 因为现在台湾人 其实他也很重视终身学习的概念 那很多上班族他也在寻找 创造斜杠就业的人生 请两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课程培训的内容 好那我说明一下 这个课程培训的内容 那因为以内容来讲 像我自己因为疫情 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个医生其实 他们压力都很大 所以我在这次疫情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先到医院办理这个DIY的这些活动 那在办理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做完疗愈了以后 他们一样要去值班30个小时之类的 那所以压力很大 所以还觉得以植物疗愈的方式来讲 我们其实不只要手作 我们其实也要顾到我们的身心灵 7的影学的一个方向 所以还会有植物量疗愈的一个方向出来 那所以内容来讲 其实我就会安排几个 是以植物手作 就是用我们植物方法做一个升级影星 就是一个像星空的概念的植物方块 然后你可以自己做出来 那个颜色都可以自己去调 然后植物也可以自己搭配 它其实可以300热度 全挂在玄关之类的 或者是你只要想得到空间 它都可以做出一个像画框的部分 然后可以挂起来 这一个是我认为可以透过自己的手作 达到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做到一个疗愈 所以我们的课程 其实真的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植物疗愈 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新蔬食运动的一个方向 那新蔬食运动的饮食 我们的教学内容会有哪些呢 就植物饮食方面 当然第一个从这个症状 你可以获得什么呢 那就是知道要怎么吃 以及怎么挑选食材的部分 所以在课堂上 您会教授学生这些评讯 我会去介绍大部分的植物基的食材 还有它的营养素 就是会总体的来介绍这样子 然后会去讲说植物饮食 那它跟心理以及生理健康的 相关的最新研究 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进一步的想要去发展这个新蔬食趋势 因为新蔬食趋势已经是一个 锐不可挡 未来会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运动 可是呢 蔬食饮食呢 它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 去打住的点就是 其实蔬食饮食对于大众的印象 还是会停留在说 啊我必须要舍去美味啊 然后我可能要吃的健康啊 好像要修行的感觉 然后才能吃蔬食 所以在这个课程部分 我会以我就是食品专业的角度 那我本身也有植物鸡的食品开发经验 那我就会带大家认识这些食材 还有呢 带大家去做植物鸡产品的发想 企划 那最后会再带一些 真的是好吃美味的植物鸡点心 或是食品的食作部分 所以你会把这个植物从原理的介绍 食作 甚至我们生活当中 真的可以运用的一些食谱 都交给我们这样子 对没有错 然后如果有了这个 植物能量疗愈式的证兆呢 那其实未来也可以与 台湾植物饮食推广协会 去做合作 或者是协会也会再提供一些资源 让大家做技能上的转换 转换成食物 那或者是可以往第二专厂 副业创业的方向去发想 那协会就会去作为后盾 让大家搭上这样子的ESG 或者是新速食运动的浪潮 那未来也可以往赔力讲食 或者是说对于植物能量 具有影响力 作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好 那欣宇我想请问您 就是说 我刚刚也听您讲说 这个植物对我们的身体 还有我们大脑的快乐激素 也是有关系 但是一般我们 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 卫福部会告诉我们就是说 每日你要摄取什么多少的蛋白质 这样 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连吃的东西 植物它还有这么多细项的东西 还有植物基底食品这样的开发 可不可以请您用一些 比较生活化的例子 跟好朋友分享 课程中呢 我会带到很多植物性的食材 那就以最简单我们来讲 坚果好了 是 那我会细分一些 例如说杏仁 那它有怎么样特别的营养素 像杏仁它有很高量的铭 铭离子可以帮助身心的放松 对 比较不会焦虑这样子 那它的基本的营养素 例如说脂质 蛋白质 或者是碳水化物 它们的比例 我都会去特别的 再去做细项的讲解 那对于就是 我们心情的影响 那甚至到后面 进一步的实作的部分 那它在开发产品上面 它会有怎么样的特性 我也会去进一步的讲解 那刚刚您讲完了 那个坚果的成分 那如果说 这个人 他就觉得他想用坚果 来开发一些天然的食品 来作为他的营业项目呢 这方面 是不是您也会教他呢 是 我们在课程上面 都会带到植物基产品 实作的部分 那坚果我就会特别去带到 坚果怎么样可以应用到 植物性产品的开发上面 那去做一个技能的 进一步的延伸 就把它产品面应用就对了 对 没错 OK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今天一个社会人士 他来学习的这门课 假设他学习坚果了 不仅他学到 坚果的营养成分的分 他还可以知道 坚果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会产生哪方面的作用 甚至他想要用坚果来做一些 属于他自己独特品牌的食品的时候 这方面你们也会有教育这样子 对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证照课 他其实大概短短的两天 可是我们后续的辅导 我们都会一直去 只要你们有心 然后一直来问我们问题 或者是来找我们要相关的资源的话 我们都是会一直这样子去做辅导的 好朋友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植物能量疗愈师 这个新兴工作职业 我们节目现在这里中场休息 待会再继续请两位专家来分享 好朋友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乐乐 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 今天我们来聊社会的新兴行业 植物能量疗愈师 同时现在也有植物能量疗愈师的培训课程 那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 一位是植物方块的创办人王清泉 一位是通过高等考试的食品技师林心渝 那刚刚清泉他是比较擅长植物的手作 这个是首脑并用 那心渝是擅长植物基底饮食 这方面的教学跟开发 那我也想请问两位 就是说这样的培训课程的内容 什么样领域的人士他可以来学呢 那我先来说明一下 其实不管是社工系或心理辅导方面的老师 我觉得都很适合来学 因为像我自己在文箱特教 学校在带这些小朋友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老师就社工系 或者是他们的特教老师 其实都有提到说 以我们所做的一些其实很适合 让他们去带领小朋友 怎么样有一个植物手作 然后他们自己做出来之后 他自己去贩卖的一个部分 所以等于怎么样达到这个疗愈 让小朋友心比较稳定 或是比较不会那么烦校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有些都是过动额 或者是他们可能情绪会比较波然的 那有些可能会透过 我们所叫职务方块的长奥化 或是怎么样手作 达到他身心慢慢的平静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所提的 不管是社工系 或者是心理辅导相关的 然后特教老师这一个 其实很适合 那因为现在来讲 一般业务像保险 像我自己也有在南昌人 或者是一般保险 去分享职务方块 然后做手作 这个以保险从业人员来讲 像疾病险 他要知道他的保单的人 他们要怎么样知道他的情况 然后做到疗愈 这个我其实也觉得很重要 就是怎么跟他的客人去做聊天 OK 所以学校的老师 透过这个DIY的课程 让那个身心过动的小朋友 得到情绪稳定的效果 那一般行业的话 可以透过手作的课程 或者是这样的课程 更了解你自己的客人这样子 那我也想请问心语 就是说 那学了这一个 假设说 有一个对植物一直停留在素食 以为就是吃素这样的概念的人 他学了这一门课 那他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 这个课是适合所有人听的 因为本身吃就对于自己身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在这堂课我会去讲到所有植物性的食材 因为本身植物性的食材 就有很多微量元素 或者膳食纤维 对身体是健康的 那让大家普遍有意识到 我们应该要选择怎么样的食物吃 不应该选择怎么样的食物吃 所以如果说这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他学了这门课之后 他可以直接应用在照顾他的家庭这样 没错 就是从自身出发 然后照顾全家人健康 那同时呢 因为我有带就是植物机实作的课程 所以呢 像家庭主妇 那他又可以逐给小朋友老公 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吃 那吃这样子健康又美味的食物 是 那如果说假设他是一个职业妇女 比方说好了 他就算他是一个 像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心理资商师啊 那或者是说 像什么算命的啊 命理的啊 命理行业的啊 甚至就是像保险业 就是他们这些行业 其实跟大量的人是要 比较谈天 那交心要交流的 那如果说他来学了这个之后 对他的本业会有什么样帮助呢 我认为会非常有帮助的部分 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的部分 可能只能从 例如说谈话 或者是说一些心理相关的专业去着手 那今天呢 我的课程呢 会带到一些吃了什么东西 那会对身体或者是大脑的健康心情有影响的科学实证的研究 那他们就可以跟他们的专业融合 就有可能他们的病患呢 可能因为平常吃了什么 会让他们比较容易发炎的食物 而导致他们心情比较容易郁闷 那也可以就是从 例如说资商的过程中 可以顺便问他们说 你们最近吃了什么饮食 甚至建议他们吃什么 那就可以让他们的专业又再更上一层楼 所以有的人可能他忧郁的原因 除了工作压力大以外 搞不好其实是他食物吃不太对了 那他如果有这个专业知识的时候 其实他只要调整饮食 然后配合这个生活作息 搞不好他这个忧郁的症状就改善了 对没有错 那饮食就是一个非常大会去影响的部分 例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很容易吃到 精致淀粉 像白米饭或者是糖类 手摇杯嘛 那其实糖类都会去助长身体的发炎反应 或者是甚至就是也会去影响 就是心情上的健康 所以我们刚刚听欣宇这样讲 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专业的辅导领域之外 你如果能够了解职务食物 对人的心情的影响 其实可以在你的专业上加大的发挥 更了解你服务的对象 不管他是客户还是病患还是家人 那这样听起来其实这门课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也才知道说原来植物疗愈的力量这么大 我也要再补充一下 就是呢 其实现在有个科学研究 应该说本世纪的发现 就是说叫做菌脑长轴线 意思是说肠道的系统 那他会深深的去影响包括你的内分泌系统以及神经系统 那会也会去渐渐影响到大脑的健康 那大脑呢也是跟心情非常有关系的 那假如说你肠道有好的菌相的话 就像我刚刚有提到 那可以增加血清素的分泌 不至于让它就是减少 那甚至像还有一个叫做GABA的东西 GABA就是有助于让人放松心情 那有助于帮助睡眠 那如果你尝到有好的环境的话 那也可以去帮助你放松 帮助你心情好 那植物基的食品 像里面就会有很多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本身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那从而就会帮助益生菌的生长 有些像加工食品可能有过多的 例如说可能加工过后的不好的脂肪 身体的坏菌呢 他们喜欢吃这些食物 那就是相对的会去增加坏菌 那从而也会去影响你的身心里的健康 所以其实你吃什么东西 是跟你的心情跟你的健康 是有非常相关的一些关联 OK所以吃太多不对的东西 心情也很容易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两位要用植物来疗愈 就是不仅让你的生活快乐 要让你的心灵快乐 好我们希望大家来重视这个新兴的行业 因为现代人压力真的很大 几乎能够让你快乐的行业 都能够帮助到你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所以想让自己增加这种人生就业多元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参考植物能量疗愈师 如果对植物能量疗愈师 这个新兴工作行业有兴趣的话 朋友们应该如何在网络搜寻资讯呢 那如果想要找植物能量疗愈师相关的资讯的话 可以到FB搜寻VFT未来职业学堂 或者是搜寻植物方块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哦 好朋友我们今天谢谢两位来跟大家分享 植物能量疗愈师这个新兴工作职业 希望带给大家拓展个人职业规划的视野 也让大家在学习第二专场的时候有多一份的选择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